2017年,非常火爆的中国内地相亲节目来了一位2000万的富豪 特意伪装身份,寻觅真爱 一上台便十分低调地做了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一名平平无奇的美甲师 今年27岁,来自上海,主夜市美甲师 偶尔客串一下剧场的特效化妆师 年收入10万左右 来节目是想找一个身材性感,五官立体的女朋友 对其他没有要求,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了,谢谢大家 听了她的介绍后,场上灭了四五盏灯 男嘉宾挑衅灭灯的女嘉宾说 难道承认了自己身材不好吗? 作为一个女生,不自信,真的是太失败了 女嘉宾不再忍气吞声,开口说道 我们并不是不自信 而是不想跟你这种下三滥的人有任何交集 听你开口就知道你素质低下 不知道是不是无眼由明 而且你的行为举止还这么娘里娘气的 一点男孩子气感都没有 难不成你来到非城 我对你的兴趣向还怀疑呢? 男嘉宾不怒返校 对女嘉宾说,我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人 虽然从事的是美甲行业 但是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的 没有高低贵贱分 我为什么不能从事这一份职业呢? 市面上所有的顾客大多都是女性朋友为主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是个纯爷们儿 不然也不会天天来到这儿找女朋友 在主持人的指导下进入下一个环节 亮灯的女嘉宾继续向男嘉宾提醒 我就很想问一下 我是很喜欢小动物 但是我可能不接受 家里的小猫小狗笑到床上啊 或者说我睡的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我好像有点苛刻 不会,我正好也不大喜欢猫狗到床上 因为我稍微有一点点洁癖 提问 表达自己心中的疑惑 为了进行更深入层次的理解 一位亮灯的女嘉宾对男朋友说 找了你这样的男朋友 是不是以后就不用担心化妆和美甲的问题了 男嘉宾回答说 还是需要你自己化的 因为我化的是特效妆 不是生活中的通勤妆 特效妆一般都十分的夸张 像电影中的哥斯拉 还有一些妖魔鬼怪之类的 我会接手一些cosplay的装扮 我没有怎么研究过通装 至于美甲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我最擅长的 你不用担心 你要是成为我的女朋友 就是VIP级别的用户了 紧接着 一位女嘉宾问到男嘉宾 你做这一行多久了 我总感觉 一个大男生做美容美发的行业 不是很好 虽然挣点小钱容易 但是并不利于长远的发展 所以你说你会换一个行业工作吗 男嘉宾说 我并不觉得做美甲这个行业没有前途 我从20岁学美甲开始 在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七年了 我喜欢给顾客搭配装饰和妆容 是一个对时尚非常感兴趣的人 我感觉一个人的外貌 完全可以靠修饰提升档次 俗话说的好 人靠衣装马靠鞍 一套适合自己的衣服或是妆容 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外貌 在这个外貌至高的社会中 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 各种场合都要搭配适合的妆容 也算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而且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会让你在人际交往中 获得更好的资源 女嘉宾嘲笑的说 你说的再好听 也不过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工作人员 赚女人钱的小白脸 说完场上的好几个女嘉宾 也跟着灭了灯 有一个女嘉宾更过分的说 男嘉宾 你觉得自己很时尚很潮流吗 是你自己感觉的 还是身边的朋友跟你说的 但是我感觉 你今天打扮的并不是很出众 身上穿的土里土气的 根本不像是你所说的那种潮流人士 你就别从这里自我标榜是成功人士了 说完也迅速灭了灯 一位女嘉宾说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都说要门当户对 那嘉宾 你能给出我们多少彩礼呢 男嘉宾开口说 我们那边的彩礼是十万起步 二十万封顶 至于我的家庭情况 我是单亲家庭 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学 女嘉宾回复说 我只是感觉单亲家庭孩子特别高冷 我不太喜欢 另一个女嘉宾说 男嘉宾 你说的彩礼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这边都是八十万起步的 你不觉得你说的这个有点太寒酸了吗 打发要饭的吗 节目做到这里 场上的灯已经全部熄灭了 这时男嘉宾却说 感觉自己条件够好了 没想到场上的女嘉宾 还是这么势利业 只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两千万的富豪 场上的女嘉宾 纷纷后悔不已